被问到普京到底如何看待拜登和川普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样解读 巧妙回应避免得罪任何一方 毕竟现在可是北约国家大团结时刻 拜登也把握机会好好表现 拜登虽然全程看着读稿机面 但专家认为表现不算太差 只是一场演说还是无法解除外界一律 先前更传出帕金森市政权威一年八度造访白宫 不过这位专家紧急澄清 然而上礼拜五才专访拜登的ABC主持人不给面子 说不认为拜登还能再扛四年 另外曾在2020年角逐民主党总统初选的台裔政治人物杨安泽也断言 这礼拜恐怕是拜登担任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最后一周 电新闻 宋佛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